大家好,我是曹云平,今天是3月28号 早上我去城里的时候,遇见我小舅家的大儿子 我的堂弟 我小舅有一共三个孩子 老大是个女儿,已经出嫁了 两个儿子比我小一点 到现在也没有成功 老大尤其是因为之前贩毒 被判了好多年,刚放出来不久 然后我今天就问他你是什么情况 他说也没有工作 本来想去考个家照 但是人家要求他去公安局报到两年之后 再做一个毒品阴性的检测 才能去考家照 他也就放弃了 我觉得一个人不管犯什么罪 他为此付出自由 服安刑之后就不应该再被附加的 再做任何的要求 所以这样的安排我觉得无法理解 然后我之前可以说是 算是家族的一个骄傲 这次呢,竟然也算是一个以戴罪之身 跟我的堂弟 成了一个家族的耻辱 所以我就走的时候 正好身上有两百块钱就塞给了他 就觉得很感慨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戏剧性 当然我并不歧视我那个堂弟 我觉得都不容易 然后他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他的母亲在我出尔的时候 我静子就去世了 也没人管教他 他走上这条路也不是重粹 是因为他自身的这个劣根性 然后 我现在的这个取宝厚审 就像昨天我去西安 我就觉得这个可以称之为保外就医 在取宝厚审的基础上 去外面看了一次病 这当然是一种吸血的说法 真正的保外就医也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就如我堂弟的遭遇一样 在中国每个人的这个遭遇 跟法律规定的情况 也都是有出入的 我现在的这个情况 我细称为是取宝日志 取宝之后的这些日志 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典型的 被取宝厚审人员的正常对待 很多我认识的被取宝厚审的人 就根本没啥事 想去哪去哪 国内国外通行无常 然后有一些被缓刑的 在上海的我的一些朋友 然后他依然也不过就是 每周去一趟派出所报道一下 也没啥事 所以我只能说 我现在受到这样一个忧郁 我非常的感激 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利用这段时间 好好的 真正的能够有一些深入的体会 也能学到一些真正的改变一生的知识 好好的 好好的 谢谢观看